機械安全、危險部分、護罩類別 第一節 機械意外事故往往都換來非常嚴重的後果 人為失誤、機件故障、金屬疲勞、慣常超重、 擅自改裝都是意外的常見成因 香港80年代工業盛世 一年工商7萬宗 死亡300宗 時間可以遺忘一切 17種機械的危險部分一直都是懸空 因為任何機械甲口或旋轉部分 都可養成嚴重事故 有見及此 勞工處制定了相關的機械護罩要求 以確保操作員和工人的工作安全 例如在危險部分加裝固定式護罩 物理隔絕 人與機械危險部分接觸的可能性 另外互鎖和自動式 觸覺和雙手控制裝置 都能達至隔絕接觸的可能 意外往往都是超出預計 原因都是看片最實際 一個工人用手拿走機械的旋轉螺旋輸送帶內物料時 雙手被輸送帶夾住 雙重死亡 讓我們看看意外的成因 外路的旋轉螺旋輸送帶是危險部分 但沒有安裝護罩 怎樣才可以避免意外發生? 旋轉螺旋輸送帶必須裝上有效的護罩 防止工人接觸到危險部分 有效護罩包括固定式護罩 輸送帶可以安裝固定的護罩 這類護罩並沒有動部分 在設計和構造上可以防止工人接觸到危險部分 護鎖式護罩 如果工作的性質有需要經常開合護罩 就可以考慮安裝護鎖式護罩 這類護罩只會在關閉位置時機械才可以操作 一旦打開護罩,機械就會立刻停止運作 其實除了旋轉螺旋外 還有其他機械部分都是危險部分 根據法例,總共有17類不同的危險部分 需要加上有效護罩 以上17類的危險部分 除了可以考慮使用固定式和護所式護罩外 還可以選擇以下三種護罩 自動式護罩 觸角式護罩 雙手控制裝置 記住要選擇合適的護罩 同要定期保養護罩 帶做安全工作環境 僱主和僱員都要出一分力 機械護罩已是必要的一部分 國標和ISO提供了詳細的尺寸參考 例如機械危險部分A高1米 物理左隔護欄比面高1.4米 而且距離危險原始也是1米 才算符合要求 而護欄鐵網應是正常人手指穿不過 才符合要求 例如車炮羅機很難符合要求 看看這個樣本可否作為參考 真是好就機器 不好就激氣 如果 心浮氣又粗 隨時 老貓都消鬆 誰有每次都這麼幸運呢 隔絕危險源頭 安全第一 天啊 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